作观童 15 第26章 招魂 一夜之间 守灵三人 昏迷的昏迷 疯癫的疯癫 谁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闹得外面 看热闹得人心惶惶 我听了唐叔说的话 慢慢走道道 李大苗的棺材前 看着棺材 里面空无一物 原本李大葵 那无头尸体 消失不见 留下的只有一滩鲜红的血水 里面的血水浑浊而鲜红 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不过看着看着 却让我着迷起来 突然内心也生出一种 奇怪的想法 那就是用手去摸摸 这血水里到底有什么 这想法一出现 就在也遏制不住 手不受控制地往里面伸着 就当我的手 就快放入血水中时 只见唐叔的声音响起 摇娃子 你在干什么 他这突然的声音将我吓一跳 自己也从刚刚那状态中 恢复过来 看着即将伸进血水中的手 心里生起一阵后怕 转过头看着唐叔 脸因刚刚的事情 所以有些惨白 叔 你说李大葵的尸体到底能去哪里 难不成一个没有脑的死人也会失变 其实当我看见里面的尸体不见时 心里就生出一个猜测 就是李大葵的尸体确实是自己走出的 而且他走出来是想去找自己的头颅 只不过那个梦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所以也不好乱下结论 不晓得 不过在他的棺材旁 发现一行很诡异的脚印 唐叔这话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只是慢慢走向棺材后面 接着用手指着棺材后的说 听唐叔那样说着 我心里竟有些好奇 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脚印 才让唐叔说诡异 不过当我走到他的身旁 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然后只感觉自己整个身体都不由的打了个寒颤 原本看唐叔说诡异时 我心里觉得他有些大体小作 毕竟就算是血脚印 也不能说是诡异 并且就在昨天还每家每户都出现过 不过当我看着唐叔所指的地方 才明白他所说的诡异是指什么 只见在他指的地方 有着一行鲜红似血的脚印 不过并不是平常所想的那样是两只脚印 出现在我眼前的事而只有一只脚印 这一只脚印练成一排 一直走向李大葵的家中 看地上那脚印 我脑海中不由浮现一幕诡异的画面就是 屋头的李大葵提着自己的一条脚 只有另外一条脚 一蹦一跳的向着他所在的房间走去 每蹦一下就落一个血脚印 不过他这样跳着 按理来说动作应该很大才对 马大苗他们没道理发现不了啊 想到这里我回头问了问唐叔 唐叔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本来我想尝试着去叫醒马大苗和陈寡妇 但唐叔的一句话让我放弃这念头 他们都丢魂了 丢魂这事在山村并不少见 因为山野之地多怪事 往往有些事能在不经意间将人吓得丢了魂 不过这种丢魂只有他的亲人在其丢的地方 高喊三生其名字 一般丢失的魂都会回来 但此时马大苗和陈寡妇依旧昏迷不醒 如果是简单丢魂的话 估计唐叔已经叫回来了 但他们此时还没醒过来 那么只能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丢魂 树叶有专攻 对于丢魂这种事情 相信最拿手的还是刘先生 我和唐叔合计了一番 决定还是请刘先生来看看 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刘先生自从那次受伤后 一直在往老头家养伤 期间我去看过一次 不过看他的脸色并没有恢复过来 此次这事如果不是太诡异 我也不会请他来帮忙 因为他帮我得已经够多了 当刘先生来到李大奎家后 我有些歉意地看着他说 刘先生这事实在是太诡异 不得不将你请来看看 刘先生依旧是面色苍白 不过比起前两天已经好了很多 他披着个单衣轻轻地咳了咳说 没事 反正都一把老骨头了 再不发挥点余热 以后都没机会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啥李大奎的棺材又回来了 听刘先生这么说 我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和他一说 他脸色微微一变 摸了摸山羊胡子点头道 你们是想让我将他俩的魂给召回来 是的 刘先生麻烦你了 唐叔上前一步对刘先生拱了拱手 刘先生看了唐叔一眼白手道 没什么 只要能召回来一切都好说 只是 哎 我先试试 说完他从自己的背包里陆续掏出香烛纸钱 元宝蜡烛 然后找了张空虞的桌子 将纸竹点燃 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了 那块正方形的肉 当作祭品摆在上面 等一切手续做完后 刘先生清了清嗓子 拿出一本泛黄的古书 一本正经的开始招魂 他招魂的方法和我们的土法子差不多 只不过他并不需要亲人呐喊 只是拿了两个人贴身的衣服 用支刹挂着放在桌子前 然后念叨一通 我听不懂的咒语 随着他的咒语念起 刚开始还没反应 但过了一会 周围突然挂起一阵阴风来 这风吹动我的头发 也吹动着挂在桌前的衣服 看见这突然而来的阴风 我心里不住激动 想着招魂 必须得专业人士才行 随着刘先生念的咒语 越来越急促 那阴风越来越大 最后几乎桌上的纸钱乱飞 吹得我睁不开眼睛 就在我以为就要成功将马大苗和陈寡妇 二人的魂给找回来时 那摆在桌子上的摆放祭品的瓷碗 突然发出卡擦一声 然后掉落在地上 瓷碗碰撞地面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响声过后 那正在招魂的刘先生突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接着他整个人萎靡不振 像是生了场大病一样 看着情况他这样子 我心咯噔一跳 连忙跑到刘先生面前 一把搀扶住 他赶忙问 刘先生 没事吧 刘先生抹去嘴角的鲜血 缓了好一会 才缓回过神来 用一种无比严肃的语气说 他们俩的魂照不回来 或者是不愿回来 这和你父亲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 说到这里刘先生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看着马大苗和陈寡妇的肉身 皱着眉头 沉吟许久才说 一般的魂丢了后 都会对外界产生排斥感 只要听见有人喊 就会立马回来 不过他们的情况有些特殊 像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回来 这就有些奇怪了 不愿意回来 听到这话 我整个身体一震 不愿意回来 这不是和我父亲的情况差不多吗 不过如果真的是和我想的那样 那他们的魂又到底去了哪里 居然不愿意回来 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的魂离开肉身太久 就会魂飞魄散 他们会不会去了一个地方 一个只能去不能回的地方 就在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苏巡 突然开口说着 他这话一出口 刘先生双眼一亮 拍着手掌 连呼叫好 对对对 他们可能去了一个只能去 不能出的地方 不过那地方又会是在哪里呢 刘先生自顾自地说着 人陷入沉思之中 而一旁的我 却听得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不愿意回来 什么只能去不能回的地方 这说的什么跟什么 不过我没有问他们 因为我怕自己的发问 打断他们的沉思 就这样气氛一下子就陷入沉默之中 这沉默包括外面围观的人 就在他们思考魂到底去了哪里是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那就是张屠夫居然不在这里 张屠夫不在这围观的人群里 似乎他已经消失了很多天 作官童 15 第27章 后山 张屠夫自从和唐叔回来 开完会后 就一直没出现过在众人眼前 也许以前 我可能会是认为他有事 或者去别的村杀出去了 但从昨天 我用李大奎的视角看过后 就对他产生怀疑 谁会半夜三更的不睡觉 不在自己家中 难不成他就是那个 算计我家的人 想到这里 我全身一震 因为如果是这样 那许多事情都能解释 他首先半夜三更 不在家 然后李大奎 又在那一夜 最看见黑袍人 加上现在 他也不在 这一切的一切是巧合 还是早有预谋 于想到这里 我快步走到唐叔前 小声地问他 叔 张屠夫这两天 去哪里呢 唐叔突然听我这样说 整个人一愣 然后看着我 有些不明白地说 你问这干嘛 没啥就是问问嘛 我装出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腼腆地说着 哦 这样啊 这两天 他似乎去别的村 叫他杀出去了 估计快回来了 你不会是在怀疑 是他唐叔说着说着 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睁大眼睛看着我 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没有 哪里会 只是你不觉得 他这两天消失的 太不正常了吗 我连忙摆手说没有 不过后面 却说着自己的疑惑 确实这两天 他消失的 太不寻常了 这不得不 让我怀疑 哎 你不要想多了 想他那种 五大三粗的杀猪汉 哪里会搞这些名堂 让他杀杀猪 还可以 让他搞这些 估计比杀了 他还难受 唐叔拍了拍 我的肩膀 安慰我说着 听他这么说 我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他一个杀猪的 哪里会有那么多心机 就在我们说着的时候 刘先生突然拍着大腿 大叫一声 我听文盲转过头问他 刘先生 你想到什么 刘先生没有说话 而是走出李大奎的院子 站位李大奎家山的小路上 接着转过头看着村子后面的大山 许久才说了一句 我想到他们去哪里了 听他这样说 我心里一个机灵 连忙问 是哪里 后山 刘先生深呼口气 许久才吐出这两个字 后山 当我听到这两个字时 身体不由地颤了颤 心中不由冒起自古梁一来 也许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后山 这样我就打个比喻 如果把村子 比喻成一个人 那后山 就是人的头发 或者说 是整个村子的命脉 不过在我们这里 后山和牛房一样 都属于村中禁地 甚至后山 还高于牛房 我从来没去过哪里 因为村里的老人 常告诫我们 那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谁要是进去了 就会照灾惹祸 这个刚开始 大家还不信 以为是老人来骗人的 所以总有胆大之人 想去里面看看 不过自从出过 二愣子事件以后 村里的人 对后山的敬畏 达到极致 因为那是血淋淋的教训 二愣子的事情 还是发生在 我很小时 他原本是住在村头 四十来岁的光棍汉 平日也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 只不过他脑子比马大苗 还不好使 听村里的老人说 他这脑袋 是因为他小时候放牛时 不小心被牛踢坏的 具体是怎样 就不得而知 不过正因为他傻 所以他也是 村里小孩子最喜欢的人 因为和他胡闹开玩笑 都不会发脾气 而且我们经常对他搞恶作剧 说起来他的死 也让我们这群小孩 难过一阵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 他为什么要去后山 没人知晓 只知道他是走着 进去躺着出来 而且身上 没有一处好地方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伤口 上面还有驱载爬洞 最后还是请了刘先生 才将他的尸体给带出来的 这二愣子的死和后山的邪 也在当时成为村里人 茶余饭后的谈点 我记得当初二愣子死后 我晚上还经常听见 有老鸭如枯式的叫声 吓得我整晚都不敢睡觉 这事情在这山村 引起很大的轰动 村民们开始正式认知 老人口中所说的话 此时突然被刘先生提起来 儿时的恐惧涌上心头 脑中浮现二愣子 惨死的样子 即使我经过这么多事 还是觉得后怕 后山不可能把唐叔 也知道当年的事 心有余悸地说着 我想来想去 只有那里了 当年都说是我进去后山 将二愣子的尸体带回来的 其实我没进去过 刘先生苦笑地说着 没进去过 怎么可能 那二愣子的尸体 你怎么带出来的 听着刘先生说的话 我不相信地摇头 如果他没进去过 难道还是二愣子的尸体 自己走出来的不成 真的 当年我只是在后山外面 看见二愣子的尸体 当时他正被吊在一棵 歪脖子树上 当接过他的尸体时 我还想进去看看 不过我刚想踏进去 心里就生出一种恐惧 仿佛我只有走进去 就会死在哪里 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人 一般对于这感觉很灵验 所以我也没进去过 刘先生说着说着 声音有些颤抖 似乎想起当年那种 让他恐惧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我有些想不明白地说着 但刘先生没有回答我 明显也不知道这答案 与此同时 我也想到一点 刘先生曾说过 父亲的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 父亲的魂是不是也去了后山 但如果去了后山 爷爷为什么还说 父亲的安全的 这一切的一切 让我脑袋有些混乱 以至于头开始疼起来 堂叔看见我这样子 上前按住我的太阳穴说 摇娃子 别想那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何必去想那么多了 脑袋的疼痛 被堂叔这么一按 感觉减轻了不少 是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现在想那么多 又有什么用 我不断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在我们谈话时 一旁的苏巡 一直没有说话 此时见我们停下 他正亮晶晶地 大眼睛问后山有那么可怕吗 为啥我感觉你们 都似乎很恐惧他 听他这么说 我点点头 后山有多可怕 我不知道 但他在我的印象里 哪里就属于死亡之地 如果这么危险 那你们为啥不搬村子呢 苏巡突然问出 这么一句话来 这话让我整个人一愣 是啊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 不搬出去 还要留在这里呢 不过没得我想明白 一旁的唐叔苦笑一声 摸了摸苏巡的头说 妮子 你是不懂故乡 这两字字的意义 也许当你年纪大点的时候 就会懂得 不管自己在哪里安了家 不管自己的家多么好 但你总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 俗话说得好 进窝盈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他这话说完 在我心里荡起一丝连衣 想来这里人不搬地方的原因 和唐叔所画的差不多吧 这里始终是生养的故乡 刘先生最后因为身体不适 还是回到王老头家养着 而马大苗和陈寡妇则交给村里其他人照顾 本来按照他们那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是不会照顾的 不过最后还是屈服在唐叔的威严之下 李大葵那诡异的斜脚印一直延伸到他房间就消失不见 仿佛他走到这里 尸体就消失了一般 在刘先生回去的时候 我问过他怎么看李大葵莫名失踪这事 刘先生叹了口气 对我说 也许这是人为的 也许真的是李大葵失变了 这是谁也说不准 李大葵的棺材依旧放在院中 唐叔则安排村民三人一组的去寻找李大葵的尸体 他们听到这事后全都装出一副有事的样子 明显是想拒绝 但唐叔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如果白天不找到李大葵的尸体 说不定晚上死的就是你 村民听到这话后 之前的犹豫消失殆尽 毕竟李大葵的尸体实在消失得太诡异 这让他们不得不信 所以在死亡的恐惧面前 他们不得照唐叔所说的话做 作官童 15 第28章 人脸风筝 李大葵的院子里剩下我们三人 三人面面相去 虽然唐叔将所有人都请去找李大葵 但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怀疑 那就是李大葵应该去找自己的头颅了 而头颅很可能在算计我家那人手上 那么李大葵这突然的出关 很有可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唐叔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难不成在这里干看着 我看着一直没有说话 紧皱眉头的唐叔说着 唐叔被听我这话 吼了一声 然后看着对门山那边说 我回来这么久 还没去祭拜过你爷爷 等一下就去祭拜祭拜他老人家吧 祭拜爷爷 这是从爷爷下葬后 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去祭拜他 以前的村民不是指骂就是躲着 但现在唐叔要祭拜 这话听在我心里很是感动 血中灸浓雨水 按照辈分来说 爷爷和唐叔的父亲是亲兄弟 爷爷在世的时候 唐叔叫爷爷小叔 爷爷的棺材已经火化 所以那里只是个一棺种 虽然那天火化可能只是一具空棺材 但这事我没有和他们说 唐叔清理好祭品 带着我和苏巡走向对门山 走向爷爷所在的坟头 苏巡对我这爷爷很是好奇 一路上问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 可我回答的很少 这并不是我不想回答 而是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在我的形象中 爷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疯子 在我记事起 似乎没有一天他是行的 整日窝在家酗酒 所以农活啥的都是奶奶干的 这也导致奶奶因劳累过度 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早逝 为了这事父亲还特意和爷爷吵了一架 不过面对整日醉酒的爷爷 父亲又能说什么 走过庄田 踏过石桥 路过那山鬼林子 来到爷爷坟头前 爷爷的坟头是在火化后掩盖的 所在此时看来 已经塌了许多 没有钢堆砌的那么高 坟头的一旁 还有一堆火焰燃烧后的黑灰 在黑灰中还能看见些没烧完的棺材木 此时已经是中午 太阳正当头顶 艳丽的眼光照在这爷爷塌陷的坟头上 略显凄凉 爷 我来看你了 虽然知道爷爷可能不在这里面 但我看着眼前的黄土坟 心中还是涌出悲伤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么多 我完全不知道爷爷爷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眼泪忍不住从眼眶流出 顺着面颊滴落在黄土上 一旁的唐叔见我这样 摸着我得头 安慰我节哀 然后将香烛祭品摆上 黄香慢慢点燃 清香缓缓升起 唐叔蹲在爷爷坟头 将手中的纸钱揉开烧着 叔 你过世时 侄子不孝 没给你送行 现在才来看你 还请你莫怪 唐叔一边烧着纸钱 一边喃喃说着 我也蹲在一旁 看着坟头静静地听着 唐叔一边说 一边烧着纸钱 说着说着 一阵微风吹过 卷起烟雾 迷失唐叔的眼睛 直至差不多两点的时候 我们才从爷爷坟头离开 风轻轻地吹在脸上 吹干眼角的泪珠 我一步步走向村子 当即将走到看不到爷爷坟头时 我不舍得回头望了一眼 只不过我这一回头 差点直接将我吓死 只见在我回头的瞬间 在爷爷那坍塌的坟头后 突然伸出一张人脸 那脸在我这里看去 只觉得惨白惨白 白得如同打了一层面粉 而且在我看向它时 那脸似乎正好对着我在笑 呼 我长出口冷气 脚步踉跄摔倒在地 让我摔了个狗吃时 不过就在我摔倒的同时 我也看清了那脸的主人 居然是李大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我摔倒的时候 眼光往下一瞟 正好看见那脸没有身体 只有一个头颅 姚娃子 你怎么了 唐叔见我莫名其妙地摔倒 一把将我扶起问我 我没有回答 而是指着爷爷坟头哪里 唐叔顺着我的手指看去说 你在看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 唐叔你没有看见吗 听唐叔这么说 我有些莫名其妙 那脸依旧在哪里 他为啥说没有看见 看见啥唐叔被我这话 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断地瞅着爷爷坟头 他看不见的 一旁的苏寻突然说着 他从一旁走过来 瞪着大眼看着我手指的方向 越看他的秀眉越是紧重 看不见什么 你们又看见了什么 唐叔彻底被我们两个弄得有些慌 以至于说话的声音都严肃了很多 我刚想回答 但自己的手被苏寻一把拉住 身体一个猎切 快步走向爷爷坟头 被拉得我不停地走着 眼睛却眨都不敢眨 因为生怕自己一眨眼 下一秒李大葵诡异的脸就消失不见 随着我和苏寻的走近 李大葵的样子越大清晰 不过表情依旧是和我看的一样 脸色惨白惨白 嘴角咧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同时在他的眼眉中间 似乎还有着一道黑色的疤痕 越是走近 我心中越是害怕 被苏寻拉住的手不住地冒着冷汗 苏寻也感觉到我的紧张 但没有多说 因为他的手也同样不停地冒冷汗 砰 砰 砰 心不住地狂跳 当我和苏寻到达爷爷坟头时 看着那脸 我们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两人大眼瞪小眼 因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什么鬼怪 不是李大葵的头颅 而是一只风筝 一只人脸风筝 而我在远处看见的疤痕 居然是风筝穿线的地方 唐叔也跟着我们过来 当看见居然是一只风筝后 也傻眼了 这就是你们看得到 我看不到的东西 这不就是一张风筝吗 唐叔哭笑不得地说着 一步走到爷爷的坟头 将风筝取了下来 就在他取下来的时候 突然发生一声惊疑 这上面有字 有字 听到这话我忙跑过去 看着风筝上面写的字 小心身边的人 上面的字迹很是潦草 只写了这么一句话 但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小心身边的人 我身边有那些人 唐叔 苏寻 刘先生 如果再往后面 就是歪脖子 陈寡妇 马大苗 可后面的三个 不是丢魂的丢魂 疯的疯 所以这要我小心的 则是前面三个人吗 唐叔需要怀疑吗 肯定不要 如果说他要害我 那早就害了 刘先生了 明显也不可能 苏寻看上去也不像 那么他要我 小心的是谁呢 这又是谁写的呢 唐叔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唐叔 有些不明白地问他 因为现在能依靠的 只有他了 看字迹 看不出是谁写的 不过村里能写字的 只有那么多 等回去后 让他们一个个 试试笔记就行 村长看着手中的人面 风筝说着 我听后也觉得有道理 我们再次向着村里走去 在路上我发现苏寻 一直皱着绣眉 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于是问 妮子 你在想啥 苏寻听我这么说 抬眼看着我 说了句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话 刚刚我们看见的 不是风筝 而真的是他 他这话刚说完 我全身不住地打了个冷战 盲摇头否定道 不可能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看到的 确实不风筝 这风筝应该是 后面放上去的 苏寻看着语气 肯定地说着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中 满是坚定 我没有再和他 去争论这个问题 因为越是争论我心中 就越是害怕 所以大脑选择性地 回避着 回到村子 唐叔本想去叫人来认认 这到底是谁写的 不过还没叫人 外面就来了 一群大骂大婶 他们无一不是 哭丧着脸 皱着内 只差将出事了三个字 挂在脸上 村长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 邓二狗媳妇 他看着唐叔 然后哭嚎着说 当我看见他们时 就觉得大事不好 现在又听他这么一说 我心不由咯噔一跳 心想难不成 又死人了 一旁的唐叔 见他们这模样 也知道出事了 所以脸色也不好看 就问他们 出啥事了 慢慢说 但他没有说话 有说话 而是让我们 跟着他们去一个地方 跟着他们走着 刚走几步 我就发现 他们带我们去的地方 正是李大葵的坟头 不 应该说是李婶的坟 关童 第29章 怨气 小西前的坟 由于李大葵的棺材 已经被挖出来 所以里面只有李婶一个人 埋在哪里 不过坟头依旧略大 因为在挖棺的那天 唐叔曾说过 如果李大葵的头颅被找回 还会将其葬在哪里 当我们跟着大婶们 来到其坟地时 看着哪里的情况 我只感觉一股 深深的恐惧 从内心深处涌现 眼前的一切 让人窒息 只见原本略大的坟头 已经崩开 李婶黑漆如墨的棺材 出现在我视野中 在棺材的周围 跪满村民 他们全都匍匐在地上 身体颤抖着 思 我吸着凉气 心里想着 这是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唐叔也被这眼前的一幕 惊住了 因为在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座坟还好好的 现在突然变成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干的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带我来这里的大婶们 此时全都跑到李婶坟前 一个劲地 拉着自己男人 可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们 无动于衷 只是静静地 跪在地上颤抖着 见他们这样 唐叔急忙走到邓二狗身前 一把抓着他问 这是怎么回事 说 可是原本平日 对村长很敬畏的他 居然没有回答 只是嘴中不断嘟囔着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唐叔见状 想一把将他 从地上提起来 可就当他提的时候 邓二狗猛地将他推开 然后瞪着血红的眼睛 对他吼道 滚 他这吼让跟在唐叔后面的我 吓了一跳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还从来没有人 对他这么说过话 而且也不敢 对他这样说 可此时 邓二狗居然说了 唐叔也被这吼给愣住了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后 他整张脸都气轻了 顺手从地上捡起 一个手掌大的石头 抬手就朝着邓二狗 砸了过去 不过这石头在半空时 被邓二狗的媳妇给拦住 只见他一把抱住唐叔 哭嚎着说 村长不要见怪 二狗他疯了 这里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 也想将他拉着回去 不过都是这样 他们都中邪了 邓二狗媳妇哭嚎着 那声音只叫一个惨 唐叔听他这样说 也冷静下来 然后走到每个人面前 都尝试着提起那些村民 可村民的反应都和邓二狗一样 红着眼大声地吼着 我一直看着唐叔将所有人提完 每看见唐叔提着一个人时 就会有一双血红的眼睛 这里的所有人的眼睛 都变成了不正常的血红色 那血红看在我眼中 比这五日的阳光更刺眼 而且我也数过 地上跪着的人正好是十四个 除了马大苗和歪脖子外 其余的人都是那天抬关的人 你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唐叔见问地上跪着的没用 所以对那些大神说着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本来我和他是一起回来的 不过当他回来经过这里时 这天杀的像是突然磨争了般 直愣愣地朝着这里走来 跪在这里 然后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邓二狗媳妇依旧哭嚎着扯长嗓子 其他的大妈也都是这样 突然像是得了磨争一样 那这棺材是怎么出来 唐叔先是自言自语 然后又问起坟堆的事情来 本来他不问还好 这一问在场所有的大神 全都眼露惊慌 不时瞥着眼 看向一旁的坟头 最后还是邓二狗媳妇说 他自己裂开的 哄 他自己裂开的 听到这话的我 脑子犹如炸裂一般 额头直冒着冷汗 他们说这坟是自己裂开的 是自己裂开的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坟怎么会自己裂开 我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可越是安慰就越是相信 我觉得这份好怪啊 就在此时 一旁的苏巡突然开口说着 他这一开口 我心中的恐惧 似乎找到发泄的炫口 于是赶忙问他 什么好怪 苏巡走到那些人跟前 再走到黎沈黑漆棺材前 在这两边来回走着 最后又回到唐叔一旁说 上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怨气冲天 只不过现在这里的怨气居然没有了 这就很奇怪 奇怪 这有啥奇怪的 可能那怨气是李大葵的 他的棺材被挖走了 所以才会怨气冲天咯 我强行给自己一个解释说着 不是 当李大葵的棺材被抬走后 这里依旧有股很强的怨念 这怨念之强绝不是李大葵所有 可我这小小的愿望 还是被苏巡生生打破 而且最奇怪的是 之前那怨气虽然消散 但没有消失 反而分散在他们身上 苏巡继续说着 说完用手指着那些跪在地上的村民 哦 那会如何 一直在听苏巡说话的堂叔 突然问 苏巡听了这话 摇了摇头 只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吧 不可预知的变化 什么才是不可预知呢 这是没有告诉我 我只能看着那些人 全都跪在坟前 看着那黑漆的棺材 暴露在阳光下 一时之间竟没有任何主意 此时的我 如同无头的苍蝇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这一切的一切 实在太诡异所思了 难不成就让他们 跪在这里一两天 如果这样不说别的 光这炙热的太阳 就能将他们晒成人干 村长啊 求求你舅舅 咱家二旦一旁的邓二狗媳妇 也听见我们说话 现在看着我们 一脸为难 不知该如何时 他脸变得惨白 神色慌张 又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哀嚎 这哀嚎声听在我耳中 很是烦躁 让我有种将他嘴 给堵上的冲动 唐叔听了 邓二狗媳妇的哀嚎 没有说话 只是皱着眉头 看着坟头 以及坟头前 跪着的村民们 久久不语 许久后 唐叔才开口 对着那群 不断哭嚎的大妈开口 各位婶子们 现在这事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而且也不是我能解决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保住你们自家的男人 等我去叫刘先生来 才能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请刘先生 只有刘先生才能解决眼前的事情 可是今天早上才麻烦他 现在又去请 哎 不过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唐叔说完 带着我们两个走向王老头家中 去请刘先生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刘先生住在村中心 是一座老旧的牧房 因为他上了年岁 唯一的儿子 也在一个瘟疫中不幸事事 可以说现在他老来无医 如今年事已高的他 平时的起始隐居 都是靠着村里人 虽是这样 他还是有着一颗救人治病的心 只要村里那家人生了个病啥的 他都会尽全力的帮助 我们一路无话 来到王老头家里时 他正好躺在自己的木屋外 依着老旧的椅子 享受着五日的阳光 仿佛最近村里发生的所有事 都和他无关似的 当我们来到他身前 遮住五日阳光后 他才缓缓睁开眼 用一双苍老而又深邃的眼睛 看着我们问 你们三个来老头子这里干什么了 是不是谁又生病了 唐叔听他这样说 连忙躬身说 没有 王大爷 我们只是来看看你 随便看看刘先生 王老头听唐叔这话 拿出腰间的烟枪 轻轻地敲在唐叔脑壳上说 你这娃子从小就不安分 现在还是那样子 你能不能给老头子 我留点踹膝的时间 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唐叔听他这话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王大爷 我们这次来 是想找刘先生 找他有点事 哦 找小刘的 不是今天大清早 不是被你叫过去了吗 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这孩子也真是的 病还未好就到处跑 王老头点着烟枪 一阵抱怨 不过我听他这话 只觉得浑身一颤 全身的力气都被掏空 什么 刘先生还没回来 刘先生在早上的时候 就已经回去 但现在都还没回来 那么他到底去了哪里 又去干了什么 我低着头 想着这事的可能 但我又不是刘先生 怎么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唐叔听此时时也愣住了 显然他也没料到刘先生 居然还没回来 不过好在 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脸色马上恢复过来 对着王老头 拱了拱手说 既然刘先生还没回来 那老爷子我们就先回去了 王老头本来还兴致勃勃地看我们来了 还以为我们还会和他这老头子唠叨唠叨 但没想到只是问了刘先生在不在 就马上说要回去 这让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哎 人老了 讨人闲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装出一副年事已高 孤独老人的模样 但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我们那里还有心情和他唠嗑 李沈的坟前还跪着一大堆人 都等着刘先生救命 老爷子 今天实在有事 所以晚辈就不陪您老了 等事情解决后 再来和你喝两钟 你看怎么样 唐叔看王老头这样 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又不能陪 所以只是对他许下承诺说 王老头听这话 点了点头 想来也知道 村子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也不再挽留 只是对唐叔说 一定要来 老头子我一个人在家 闲得慌 唐叔拱手说 一定一定 说完就带着我和苏寻 走出王老头家 走在路上 竟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我问唐叔 现在该怎么办 还找不找刘先生 唐叔点了点头说 找 怎么不找 不过刘先生会去哪里呢 刘先生会去哪里 这个我不知道 和他相处这段时间 他是什么为人 我再清楚不过 他是个在没有把握时 不喜欢多言的人 而且给人的感觉 很是靠谱 一般不会莫名其妙的失踪 那么这次他没有回去 到底去了哪里 难不成他 突然脑中一道灵光闪过 似乎想到什么 我忙止住脚步 对唐叔说 叔 我可能知道 刘先生去了哪里 本来一脸愁容的唐叔 听我这么一说 赶忙抓住我说 真的 我有点不肯定的 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总比 眉头苍蝇似的乱跑好 于是我带着唐叔苏寻 向着我想的方向走去 向着刘先生 可能所在地方走去 我这想象 还是我从刘先生的性格中摸出的 既然他对没有把握的事 不会乱说 而且早上又说了后山 那么我估计 他去调查那两个失踪的魂 调查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后山在我们村子的后面 虽然我没有去过哪里 但路还是认得 一路走着 由于发生二愣子的时候 这后山许多年没人走 所以路很难走 路上满是一人高的杂草和荆棘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正是一天最闷热的时候 走在杂草间 只觉得浑身疼痒难耐 姚娃子 你带的是沙破地方 怎么这么多杂草啊 快养死我了 苏寻在后面不断地抱怨着 只见他那衣服已经破了几个洞 一头绣发沾满草球 现在看去完全不像是外面来的 就活脱脱一个山里的霓子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去弄自己头发上的草球 可是越弄越乱 这让走在前面的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说 后山 我这话一出口 苏寻原本烦躁的心顿时狂热起来 从后面一把抓住我的手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扑闪扑闪 直勾勾地看着我问 我们是要进去吗 看他这样兴奋的模样 我有些不知说什么好 后山这鬼地方别人躲都来不及 他却似乎是充满好奇 我是该说他心大了 还是说他傻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摇头笑了笑继续走着 不过看过他刚刚抱怨的样子后 我整个人的心情好了许多 走的路也快了 没过多久就已经来到后山外围 后山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不过笔之对门山就显得大了许多 站在一处凸起的石块上 看眼前这村中弹指变色的禁忌之地 我觉得也没啥可怕的 这山也就和平常的山一样 南部城里面还有什么魔鬼不成 我想是这样想 但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去 所以只得站在这石块上 大声地呼喊 刘先生 刘先生 声音传过四周 回荡在整个村子里 激起一阵阵回音 不过这回音从后山传出来后 就像是换了个人在喊似的 听得我有些害怕 不过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我去救 所以只得强装无所谓地继续喊着 不知过了多久 直至我嗓子都喊哑 也没见刘先生 这让我怀疑自己的判断 到底是不是对的 一旁的堂叔 见我喊了许久 也没动静 也怀疑起来 就对我说 姚娃子 你确定刘先生会来这里吗 听他这么说 我脸顿时长得通红 支支吾吾地说 哇 是猜的 不 不过现在 看来 他应该不会在这里 堂堂叔听后 皱起眉头 不过没有怪我 只是对我说了声 既然这样 那就回去吧 说完他朝着来时的方向走着 不过他这刚走几步 我就发现在他右侧草丛中 响起一阵 稀稀锁锁的声音 随后在他不远处的草丛 似乎有东西在动 这东西蹲在那草丛里 不时抖动一下 激起一阵哗哗杂草声 不等我提醒堂叔 那东西就猛地 朝堂叔所在的方向冲去 速度之快 犹如闪电 转眼就快到了堂叔面前 这让在石块上 看着的我 心里一阵着急 接着想也不想 对着堂叔大吼 书小心后面 堂叔听我这话 连忙转身 不过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见一道黑色的影子 直接将堂叔扑到 接着就是 他们滚落在草丛中 传出挣扎打斗的声音 看着下面已经打起来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跳下一人高的草丛 顺着我记忆中的方向 朝着堂叔所在的地方冲去 不过我不是空着手 因为像我这瘦弱的身体 在他们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再下来的时候 在那石块上 随手捡了块石头 大家都知道 人如果走在一个 看不见路的树林里 会容易迷路 因为人的第六感 是会骗人的 比如你明明记得 自己是走直路 可是也许你正绕着圈子走 我此时正面临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来的时候 记着他们打斗的方向 可我走了很久 还是没有发现他们 而且那打斗 似乎离我越来越远 这一下让我慌了起来 就出口大叫着 书 苏寻 不过我这声音还没传出去 就被上面风吹杂草 哗啦啦的声音掩埋 我不断地跑着 不断地朝着我 认定的方向跑着 心里一直在安慰自己 快到了 快到了 可是我越跑 越发现不对 因为此时草的颜色 已经变了颜色 原先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草的颜色是墨绿色的 但此时我两旁的草 却变成了枯黄色 我迷路了 是的 我在这草丛里迷路了 最可怕的是 我这路可能迷得有点远 呼 呼 呼 我喘着粗气 看着四周枯黄的草 再抬头看着天上的炙热的太阳 一种被人遗弃的恐慌涌上心头 这是哪里 我该怎么回去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杂草丛 一边走 一边喊着 希望能在下一刻听见唐叔 或者苏寻的声音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没有人回答 有的只是风吹杂草 发出哗哗的声音 我不停地走着 因为我怕自己一停下来 脑子就会胡思乱想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知走了多久 直至头顶的烈日落下 天边挂起一轮明月时 我居然在草丛的前面 看见了一抹淡绿色的亮 看见那抹光亮的我 犹如迷失的浪子 看见那只引回家的灯 我急忙朝着光亮的地方跑去 不过当我扒开草丛 看着那光亮里时 吓得我三魂丢了两魂 只见在我扒开的地方 有一抹淡淡的光亮 那光是由萤火虫 微弱的光组成的 在那微弱的荧光下 我居然看见 无头的李大葵 正直直地站在那里 在他的旁边还站着 这我意想不到的人 在那里